郭总 那不是你的包吗 是你们两位捡到我老板的钱包吗 我们是捡到一个钱包 但是怎么才能证明是你们的呢 我的包里有一万块钱现金 两张银行卡和一部手机 你看一下是不是 还真是你们的呀 还给你 以后呀 别再弄丢了 好 谢谢你 这个你拿着 不用 如果我们为了你的钱的话 就不会等你这么久了 谢谢你啊 我们走吧 哎 等一下 能不能借我们二百块钱坐车回家呀 我们都半年没有回家了 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我妈生病了 我们想回家看看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来 这个钱你们拿着 来 这个钱你们拿着 站住啊 你这个脸 欠我们的工资 什么时候给我们呀 吓我一跳 怎么哪都有你呀 看见没 最近 刚找了个女朋友 有点费钱 手头有点紧 哎 强的事啊 改天再说 李经理 你不能这样啊 我们上有老下有小 比大家的人 等着我们养活呢 关我什么事啊 赶紧给我滚远点 小心我这帮我轰你们 你凭什么轰人家 人家辛辛苦苦工作大半年 你凭什么不给人家发工资 你是谁呀 关你什么事儿 他们两个 连回家坐车的路费都没有了 你还有人性吗 你以为你是谁呀 他们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这里可是零星居团 你再不走 小心我废了你 我倒要看过 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喂 白总 给我查一下 你们公司的工程款 到底进了谁的口袋 为什么工人的工资 半年都没有拿到 如果出现贪污腐败 严惩不待 等你查清楚以后 再来找我谈合作吧 好的 郭总 您放心 工人的工资 一分钱都不会少 贪污腐败 严惩不待 他们两个来大城市打拼 就是想多赚点钱 养家糊口 你连农民工的工资 都敢可口 你就等着法律的制裁吧 走走走 不要加你了 老婆 钱到这儿了 太好了 真的吗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出门在外 父母一定很担心你们 既然钱到账了 你们就可以安心回家了 一堂 请不停 打托 管托 呜 安 给